你们在交流什么 主要就是发街球的一些手势 然后那个作为这个 听盘的年轻一代 然后今年是乒乓外交五十周年 等于乒乓外交的接力棒到了你们手里 然后你们作为年轻一代有什么样的感受 觉得这样有什么非凡的意义 感觉还是很幸运的 也很高兴 能不能这样的机会 确实的 今天也是中美外交 乒乓外交五十周年 然后我觉得能够在 休斯顿和卡纳克去配合 这个混双跨国组合去参赛 也是自己作为中国的一种 能有机会和美国的军员去配合 我觉得还是希望通过 每一场全力赋的军事 然后能够在 休斯顿我们的故事 那么有什么想法 你能够在这场比赛吗 你能够在这场比赛吗 还是能够在军事 还是能够在军事 没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 Personally think I always take it round by round and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we've played together and this was today the first practice we had together so it wa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some challenge we're playing against most of the pairs who have played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and practiced together so I think just come in and take it match by match and every match tomorrow will be very hard and we will just fight our best and try to give it our all 然后我们试试去比较伤 当我们比较 你感觉到有关中国的游戏吗? 你感觉到这种游戏吗? 我自己的游戏是一种很厉害的 中国人是最好的世界 Wong Wenyu是一种最强的游戏 世界上的游戏 是一种游戏世界的游戏 所以它一定是一种很厉害的 我希望我能学习很多 从这个游戏和这个游戏 和她的游戏 这一定是一个游戏 我将游戏在我的游戏的游戏里的游戏 有哪个游戏的游戏吗? 有哪个游戏有哪个游戏的游戏吗? 我认为我们的游戏是一种不同的 可能是很好的游戏 我们一起去游戏 因为他们说她有很多游戏 我认为她有很强的肩膀 和背肩的肩膀 我和我更安全 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去游戏 そして它会不合理 你终于你的优 divorce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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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